美国银行预测人民币兑美元恐怕跌到7.4 创新低 中共出台促消费政策 刺激收效甚微 中国房地产萎缩 企业面临退市潮 西安恒大申请破产 在港公司 债务重组 中国基建狂飙结束 海南出现蚊子高铁站 四川罕见双太阳 民间传不祥之兆 欢迎收看新唐人快讯 我是秦月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7月18号星期二 节目在播出后会添加CC字幕 另外节目也会上传到干净世界 干净世界没有言论封锁 欢迎您到干净世界中来 彭博社今天消息 美国银行认为 未来几个月 人民币可能出现新一轮的下跌 即便中共当局是拼命的刺激经济 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将会继续疲软 离岸人民币今年已经下跌了3.6% 6月底触及了7.2857美元兑亿美元 今天的汇率是7.1777 彭博社报道 美国银行基石外汇研究主管辛哈分析 到9月底 离岸人民币兑美元 可能跌到7.40元人民币 创下历史新低 并且中国的多项数据 在9月底之前会一直没有起色 甚至延续到9月底之后 他还认为5月以来 中共出台的政策 甚至是去年10月政治局会议后的任何政策 通通都只对经济活动产生了落后的影响 没有增议 不过中共仍然在火烧眉毛事般的 继继续出台各种花式的政策挽救经济 今天由中共商务部带头的13个政府部门 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 试图刺激中国大陆的家居消费 包括家电 家具 家房 家装等多个领域 这些领域和房地产息相关 然而却没有显著的刺激成效 中共商务部官网宣称 旧房的装修和局部的改造 背后会有政府的补贴和企业的促销 农村的居民也会得到补贴 中共发改委还宣称 未来要出台更多的消费政策 重点放在大宗消费和农村地区 这些政策一时间扎堆涌出 凸显出中共在经济上已经捉襟见肘 昨天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 第二季度的经济环比几乎没有增长 6月份7年的失业率创新高 中国大陆消费和企业信心不振 出口下滑 房地产是长期低迷 并且政府的债务不断的增加 都显示出中国经济前景黯淡 但一味的刺激和房产有关的商品消费 依然挡不住房企的萎缩的大潮 今年中国房地产第二季度的萎缩 加剧了经济的挑战 中共统计局今天公布 今年第二季度和上半年GDP显示 4月到6月房地产业同比下降了1.2% 一些在中国大陆上市的房企 也因为股价暴跌 面临被退市的风险 根据财新网的报道 上周五 美好置业集团在深圳的交易所退市 对于急需现金的房地产开发商来说 退市将会降低公司的估值 大股东也不愿意再投入资金 简单来说 就是退市可能会给企业敲响丧钟 中国恒大集团等十几家在香港上市的开发商 也面临着退市的风险 一位消息人士和监管机构分析 这些房企就像垂死的病人 你可以尝试让他们合规 逐一的治疗每一种疾病 让他们活下去 但如果在用尽一切办法救治病人后 市场仍然不买账 那么退市对于投资者来说 就是最好的结果 说到一直在保交楼的恒大 如今已经岌岌可危 据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 今天显示 恒大的地产集团西安有限公司申请破产 办理法院市陕西省西安市中级法院 这家公司成立于2007年的9月 注册的资本约为1.17亿人民币 17号深夜 中国的恒大发布了三份的财务报告 和最新的债务重组进展 连续两年亏损了5819.49亿元 两年的负债累计高达5990.74亿元 预售款的记账的合约负债 高达7210.2亿元 由于资不抵债 恒大在公告中说 7月14号已经向恒大协议安排债券人 发出香港恒大召开通知 7月14号上午将在香港特区高等法院 举行寻求颁令分别就A组债务 C组债务的债权人召开两次协议安排会议 根据联合早报的报道 无论是亏损还是负资产 恒大都打破了香港上市公司的记录 截至2022年末 恒大的负债高达24374.12亿元 除了房地产以外 中共地方政府的常年靠建设高铁 机场这样的基础设施 拉动经济发展 然而超前投资的负面作用开始浮现 海南省某些高铁站一路亏钱 甚至还出现了盖好了 却不敢用的蚊子车站 陆媒澎湃新闻今天报道 今年2月 有网友在中共官媒人民网的领导留言板 咨询海南丹州市的海头高铁站的开通进展 近日海南省发改委回应称 高铁站无法启用的主要原因是 每日的客流量不足百人 开通运营后 铁路部门会亏损严重 根据海南媒体的报道 海头站位于海头镇东侧的地区 总投资约为人民币4159万元 新媒体平台冰川思想库报道 现在的海头站可谓是进退两难 继续荒废下去 超过4000万元就投资打了水漂 但是如果开通运营 一年将会亏损500万元 就为了每天运几十个人 成了吞食补贴的无底洞 是严重的浪费 然而海头站的情况不是个案 丹州还有两个高铁站 分别是银滩站 白马井站 同样位于西环线上 客流量也是很惨淡 同样处在每天亏本杂钱的现状 冰川思想库报道 这两年来中国的很多中西部省份 也开始追求市市通高铁 有的还要线线通高铁 甚至2018年的时候 一个西部省份曾夸下海口 2030年实现线线通机场的目标 报道认为 中国的基础建设狂飙的时代 已经结束了 地方政府海量基建投资的钱 要么靠房地产 靠卖地 要么靠转移支付 要么靠发债 但现在哪一条路都不好走了 结果是搞出一些低效重复的基建 还欠下了大量的债务 债务的风险不断的攀升 再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 今天中国大陆出现了两个太阳 话题是登上了微博的热搜 四川省宜宾市有民众拍到 天空中竟然出现了两个太阳 一前一后 前面的太阳挡住了后面的一部分的轮廓 让许多的网友连连惊叹 有人质疑 视频是经过处理合成的 当天视频员博主回应 玻璃反光 特效 视频合成等传言说 早上7点10分左右 在上班的途中拍的 两个太阳大概持续了几十分钟左右 提供视频的时候是初始文件 也犯不上去做这些合成 就是看到了记录下来 据《看中国》报道 民间传言 二日同徽很可能是灾祸降临前的不祥之兆 在历史上多次发生 中国古人认为 太阳象征人间的君王 因此和太阳相关的意象 就和当权者息息相关 靖书 天文志等古籍记载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太阳 意味着将会发生更大的灾祸 预照着君王要被替换 王朝颠覆 天下大乱 还可能会出现饥荒 洪灾 旱灾等大事件 鼠头鸭脖事件让中国大陆民众 高度的关注食堂卫生 然而今天的食物安全的等级再度升级 广州增城华市外语艺术职业学院的食堂 吃出了焦制异物的消息 登上了微博百度的热搜 李同学昨天向大象新闻爆料 学校食堂的饭菜中发现了有异物 疑似避孕套 他说他们在学校培训 每天缴纳65元的三餐费用 昨天在学生的群中看到有人发出 饭菜中的异物的视频 昨天下午学校开会讨论 最终给出的所谓的结论是 鸭子眼球膜 李同学表示他不接受校方的解释 集穆新闻报道 一方面异物和鸭子眼膜区别较大 另外一方面 学校没有给出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难以服众 而其他的学生也不相信这个结论 集训18天已经6天过去了 过去的餐费就不追究了 他们希望退回往后的餐费 但学校不接受 网络热议 这个异物究竟是什么 很多网友不认同学校所谓的 鸭子眼球膜 也有不少人认为这可能是手指套 甚至有网友亲自把鸭子眼球膜 拨下来 发到网上做对比 在舆论高度关注下 学校不得不出面回应宣称 将会问责全体的厨房员工 并扣钱处罚 开除涉事的厨师 成立专门的小组 进行内部的调查等等 然而还是一口咬定 这个义务是鸭子眼球膜 今天上午 广州市场监管发通知宣称 已经责令涉事的食堂关闭 相关的样品移交第三方的权威机构 检测等结果 经历一轮轮的无底线的 食物安全的危机 网友惊恐的说 又一出纸套围压 要碰到这种情况 肯定得食物恐惧症呢 2023年是压年 本期的内容就是这样 如果您对今天的话题感兴趣 请点赞并分享 如果您有什么看法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感谢收看新唐人快报 下期见